为了让每位学童可以健康成长台东县警察局妇幼队 主动前往台东市的备难国小还有大五乡大五国小 将妇幼保护相关观念和反诈骗的智能融入校园 要增进学童和老师们对法令的认知 台东县警察局妇幼队的成员正在向台下的小朋友进行说明 要将妇幼保护的相关概念以及反诈骗的知识灌输给台下的小朋友们 为了让每位学童都能够健康成长 台东县警察局妇幼队特地主动出击前进校园 日前前往了台东市悲难国小以及大五乡的大五国小 借由时事新闻案例以及播放为电影等与学童们互动 传达身体隐私处界限的观念并提醒学童除了要小心陌生人之外 对于身边熟视的人以及环境也要有警觉心 妇幼队希望透过走动式校园宣导的方式 将身体自主权的观念以及事在安全预防观念带入校园 同时也呼吁如果发现有家暴、性侵害、性骚扰等案件时 可以拨打110或是113的保护专线进行求助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让陈吉林台东市参考